疑似施打疫苗猝死的案例當中 台南一名95歲的老婦人 她是沒有任何慢性病史 但是打完疫苗之後 雙腿無力 隔天家人送飯的時候 就發現她是倒趴在浴缸 已經死亡 另外在屏東 還有一名死亡的93歲老翁 家屬是長到哽咽 是醫生評估之後 才去施打疫苗 但是現在真的好後悔 是那些醫師 可以打 那我們才讓爸爸這樣打下去 想到93歲的老爸爸 最後坐在椅子上猝死 兒子哽咽 真好後悔 讓老父親打疫苗 不可能這麼短的時間就走了 類似人家心肌梗塞這樣子 呼吸也沒有 都認為是跟疫苗有關係 93歲的莊老先生 是屏東第三位死者 16號接種疫苗後 隔天發燒 20號下午3點 被家人發現坐在椅子上 已經斷了氣 當然後悔 這種事情會一而再 再而生的發生 發生在任何一個人家庭裡面 都是一個材質者 家屬傷心 淚水還沒乾 屏東現在出現第四名死者 一名86歲婦人 17號上午打疫苗 中午就送進急診 傍晚入住加護病房 21號清晨宣告死亡 該名長者有高血壓病史 拿慢性處方用藥 台南市北區的死亡案例 則是95歲的獨居老婦人 兒子回家送飯 發現老婦人倒爬浴缸裡 頭浸泡在水中死亡 好看 發生在疫苗 因為這個疫苗核 這個是注射的 注疫苗要發生的 老婦人沒有慢性病 使家屬質疑死因 跟注射疫苗有關係 目前等待香菸釐清 家屬身類俱下 注射疫苗連發猝死 要怎麼對疫苗有信心 記者爛官方張張春華 台南屏東綜合報導 今天我們看到AZ疫苗開打 但是由於猝死案例頻傳 就引發了緩打潮 那最近網路也瘋傳 打了疫苗之後 不能夠搓柔 施打的部位可能會造成血栓 但是實際像兩位專家來求證 他們都認為這樣的說法 有點太誇張 那指揮中心也是回應說 並沒有科學根據 那為什麼打疫苗之後 不能揉手部呢 專家就說啊 是要讓疫苗停留在肌肉內 趕快吸收 能夠生成免疫效果 嚴重者打完AZ疫苗 護理人員會叮嚀這句話 施打的部位 絕對不能揉 結果提倡給我 就是說打完不要揉 它那個東西是不可以揉的 它以肉從那個動力會判出來 不能揉的原因是什麼 民眾各有見解 但最近網路流傳 無論是打了腺病毒疫苗 AZ還是嬌生 或者mRNA的BNT莫德納 疫苗打入肌肉層 千萬不能揉 一旦把外膜揉破 新冠病毒的極蛋白 就會進入血管 造成凝血反應 產生血栓 但真的是這樣嗎 會產生局部的血栓 其實這是有一點誇大 並不是因為 戳軸會造成血栓 實際詢問兩位醫師 都駁斥這種說法 指揮中心也說 沒有科學根據 打疫苗不能揉 網路謠言破除 但施打AZ疫苗 可能會出現副作用 引發血栓的案例 卻是真實發生過 隨著莫德納疫苗抵臺 台北市長柯文哲建議 懷孕吃避孕藥 接受荷爾蒙刺激治療者 或是有廣義血栓疾病 例如心肌梗塞 狀風等病患 最好別打AZ疫苗 等待打莫德納 降低血栓風險 記者林委和之宇 台北報導 另外我們來看到 衛福部食藥署 上個禮拜專案核准 四款進口快篩試劑 還有一款是 國產的快篩試劑 那國產的業者動作最快 在昨天就已經 在連鎖的藥局 鋪貨上架 那對此 國民黨立委林思民 他是呼籲 與台灣現在應該要比照 英國以及歐盟 是由政府出面來 大量的採購快篩試劑 採實名制 免費的提供給民眾居家快篩 才能夠早日杜絕 無症狀隱形傳播鏈 美國捐贈250萬劑的 莫德納疫苗 那台灣疫苗總數 現在來到了485萬劑 指揮中心在昨天晚間 是召開了ACIP專家會議 做出了兩點決議 也討論出了下一波疫苗的接種順序 圖表當中 新公費疫苗接種對象 從原本的7類增加到10類 也將孕婦還有50歲以上的族群 與可能增加感染 以及疾病嚴重風險的 19到64歲的族群 全部納入 累積可以接種數 現在是達到了1487.5萬人 那指揮中心就表示 即日起孕婦可以接種AZ疫苗 但是如果要打莫德納 就要等到下一波 那針對美國 他們捐贈了250萬劑的疫苗 前理委郭正亮表示 美國可能是著眼於828萊豬公投 美國加碼是因為 你以為BNT明天就會來啊 對啦 對不對 你這個接觸到簽約 到真的運到你這邊 搞不好就是7月中旬以後的事啦 有可能 可能更晚 可能更晚 所以你就是有個空窗期嘛 你剛剛也不是講了嗎 日本這個AZ124萬劑也快要打完了 那你如果沒有一個東西來補 可能有兩個禮拜空窗 那兩個禮拜空窗 台灣會亂到什麼程度 沒有疫苗打 我覺得美國當然是看到這一個 而且你去看喔 日本人6月3號 那個總理備詢 對不對 6月4號就送來了 對 我跟你講就是 日本跟美國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啦 他很懂得台灣人 就是要得到你的心喔 我什麼時候出手 可以得到你的心 他的實際人抓得很漂亮 是嘛 那日本人最快嘛 6月4號就來了 台灣人就 美國也是啊 也很快啊 立刻加碼客廳就飛了 那你不是感恩戴德嗎 那感恩戴德後面就會有一個效應嘛 8月28號萊豬要公投耶 那接下來美國是不是要跟台灣啟動 Tiva的談判 對不對 那不是反對萊豬的人都說 你到底換到什麼嘛 換到疫苗啊 這個是最少 接下來還有Tiva 對 我覺得美國不可能都是對我們 給予取予求 他以為拿出一些 拿一些東西給你啦 這兩招 他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讓萊豬公投平息掉 靠 這樣才是厲害的布局嘛 追標 他要改變台灣民眾對他的反感嘛 比如說你強迫我吃萊豬 那我得到什麼 那我告訴你 疫苗照顧你 那接下來Tiva 我也想辦法給你一些利多 那你的感受就會開始改變嘛 我幫你拍片 我愛你 今天下一個 我愛你 這是甚麼 我愛你